在医疗资源缺少的偏乡地区 特别容易看到肝胆超音波的巡回车 在学校开课指导超音波诊断学与技术学的张永辉教授 自己设计超音波检验车 在医疗资源越少的偏乡 越容易见到肝胆超音波巡回车的踪迹 在二十几年前从佛光山的时代饮水一夜的时候 就跟着这样跑来跑去的 不是今天才跑出来这二十多年的车了 因为刚好上面可以放超音波 什么这样子刚好做 我自己家里有开业 但是我是在学校布定讲师 专门在讲超音波的讲学这一块的 在教超音波 超音波诊断学超音波技术学 超音波检查这方面的 专门就是教这些学生 尤其是医疾系的学生 需要这些学会这些检查 服务更多的人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去帮那个 医疗资源很不方便的那个地方 这个车子是这样子的是最好的 就像来到山上这个比较好 因为你一个人来可以服务很多 我们的师傅 那师傅要每一个跑到医院去坐 就是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医疗资源越不发达 是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尽量是做一些血中送炭 我们尽量不要锦上添花 透过张永辉教授的超音波检查车做检查 可以及时观察病患的身体状况 有利于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 做及时的服务 史方新闻黄慧如检玉林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